父母祖先六道孤魂都有机会归一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跟准提堂合作的目的就在如此了 所以这个合作是一种慈悲为动机 双方都没有金钱的交换 但是呢就希望能够发挥佛教的真实的意义 能够让所有神明将来都成佛 所以我一来也很感动 一般都写个九皇大帝 那我们准提堂写的是什么 九皇佛祖 所以事实上是由耀师佛的视线也好 还是由九皇大帝王爷要视线将来成佛也好 神可以成佛人可以成佛 六道众生只要发菩提心归三宝 都种下成佛的种子 当然我们更愿意 那我们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祖流禅胎儿 都能够消冤解结 再来业障消除 福报因缘具足 一起发菩提心归三宝 那归三宝将来就可以成佛 但是话又讲回来 归三宝最主要在哪里 当这个小朋友在畏惧鬼道 鬼哭神嚎又寂寞又想爸爸妈妈 他一念拿摩佛陀耶 他就安定了 为什么 拿摩佛陀也是安住在你的佛性里面 念一下 念佛当下就是佛 当你内心很烦的时候 你赶快念佛 叫转烦心为佛心 昨天三十戏念 明本禅师又写到 所以丢一个民凡 左水都转为清水 所以你念佛一声 就一分清净 念佛两声两分清净 当然念佛 广义来说 就是念一下 念佛念法念生 这就是皈依的意思了 西方极乐世界之所以叫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极乐世界的所有友情 都是时时刻刻在念佛念法念生 那我们五卓二事呢 是偶尔念念 大部分是念贪 念撑 念吃 念老公 念股票 念心水 念生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这个红尘抓得紧紧的 紧紧的 你的钱被偷了 你心情就不好 因为你在念钱 你的老公有外遇 那心情更不好 三十岁变五十岁的老 一个晚上头发白光光 哎呀 因为你在念这个苦 那佛教里面要我们 苦是本来的嘛 诸行无常 生灭法 本来就会变化 但是你意念三宝 念佛念法念生 那个时候 当下你在极乐世界 所以念药师佛 念阿弥陀佛 念救苦救难 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奥马里 自己安定 命运改变 因为这样 整个国家得度了 所以 请看回来第四页 当你念佛 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 观想呢 刚刚念了 性觉灵明 急躁珍藏 我们的本性 那你要觉悟 什么叫佛 就是觉悟的众生 睡醒了 所以你能够觉醒 你的本性 自性 就能够产生了 这项灵巧光明 那个时候呢 急躁 急就是空性 躁就是大悲 就是保持在 悲至双运 不是世间的变化无常 佛光普照 佛的生命是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 急躁珍藏 过去呢 追求世间的欲望 苦海无边 回头思岸 悉迷 各位过去 你用一个不正确的方法 去经营你的生命 甚至有些人 用不正确的方法 来 参与佛教的修行 为民为利 那也不对 所以过去 是执着这个 我 这个无明 现在呢 你在安住在 性觉灵迷 急躁珍藏 所以过去迷失 现在了解了 当下 佛性展露 路堂堂 放光了 所以 终于了解 三宝 佛法身三宝 是 慈悲的导师一样 我们在 我们在苦海轮回 三宝 能够让我们脱离 轮回 从此案到彼岸 从痛苦到快乐 最主要的归 一半心香 所以各位 你点香的意思 这个香是心香 是深口意的香 叫戒定慧的香 所以 五分戒香 你是用心 去归三宝 一半心香 把我们 整个的生命 这句话 很重要 在藏传佛教 里面叫 丧师一切 那 你要把 佛菩萨 把你师父的 法 入你的心 那 特别在末法 看不到佛陀 不容易听闻佛法 那 你的师父 你的上师 就代表 佛陀一样 代表三宝的功德 当然 并不是说 我们的师父是佛 但是是说 我们相信 从 这个师父的 因缘 我了解了佛陀 这样 所以当然 各位在 皈依师父啊 上师啊 老和尚啊 各位要把握一个 要点叫 观德不观师 因为是透过他 我们了解佛法 而不是说 师父 我晚上过午不时 你怎么吃呢 所以 那因为 我们只能说 外面的师父 不管他 变化无常 还俗了 但是你内在的师父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是 透过师父 而了解了法 成佛之道 这个比较重要了 所以 当然 心里面 各位要永远 有这一半 心香 对 三宝的 一指 乃至呢 三宝才是我们 生命的 圆满 从归一三宝 叫圆满三宝的 善根 就成佛了 这样来 归一 礼拜 礼敬 法中王 希望大家 做法中王 什么叫法 变化无常 在变化无常里面 你永远保持 不变的 大悲心 这叫阿比拔志 我们归一 阿弥陀佛 就希望去极乐世界 得到一个 阿比拔志 就是体正空性 大悲不退转 各种善巧方便 神通智慧 回向娑婆 度众神 所以 希望各位 不要把你的 爱人当作 你心中的国王 你生命会毁灭 扣双双 扣罪罪罪罪 这个世界 什么也不能依靠的 那唯有 依靠真理 三宝 阿弥陀佛也好 是个善巧方便 最主要是 皈依空性 跟大悲心 你被砍被杀 没有一个 我在被你砍被杀 你砍我杀我 愿你赶快离苦 那还是保持吹病 如果你觉得 有一个 我在被你欺负 有一个 我的面子 至尊 感情 有些女人 然后他先生 背叛他 就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他的这份爱情 被侮辱了 他很恨 有爱变恨 所以上回 有个居士问我说 师父我要去参加法会 我说好啊 但是我过去的老公也来 我不想去 他关你 何事 我看到他就讨厌 他来我就不来 那你心中没有佛陀 你拜的是恨 全世界 多少老公都坐在这边 只是你不认识 坐你隔壁的 都是你老公老婆 爱人恨人 爱人恨人 不然坐你旁边干嘛 坐你后面干嘛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哪一天你了解了 性觉灵民 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有因有缘的 早上你坐车来 那个司机 过去你爸爸 不然他怎么载你来参加法会呢 他对你那么好 那各位你要了解啊 只要对你好的都是因为过去也对你好 这样而已 只是你不了解 因为我们生命百千万事轮回啦 所以谁没有做过父母兄弟姐妹 知不知道而已 但是各位 不要追着那个感觉走啊 女孩子很吃亏 这个有缘 抓住这个感觉 你上辈子已经跟他爱好几次哭哭啼啼了 你这辈子还继续拉这个干嘛 连他变狗你都要抱 那你就输了 所以各位要保持智慧 理性 过去跟我有缘 感谢他 愿他成佛 而不是又去抓住他 老实说 像各位你嫁的先生 娶的老婆生的儿女 都是几百事的缘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解开啊 然后你一辈子就在那边缠着 你缠我 我缠你 所以老爸变儿子 所以呢 阿嬷变女儿 然后呢 就一直这样轮回 这个都是 迷 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啦 那各位要用三宝的教诫 特别是法 看清楚真相 所以了解万法 都是平等空性的 展现出来的 造极 就是空性 大慈大悲 平等普度 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智慧 永恒的慈悲 那希望各位今天听我这样说 每天在家里唱一遍好不好 你不会唱赶快这两天跟赞江法师拜他为师 唱很重要啊 有些人就是不会唱 唱得又难听 你口业很重 爱骂人 爱讲是非 就是不会唱 做个法师要会唱 要会写 要会讲 要会做 那这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才能够 庄严三宝 那为什么法会现场 要布置得那么庄严 来 大家 鼓掌 太庄严了 以后我盖大殿 就摆这些就好了 看起来像不像极乐世界啊 佛菩萨高高在上 每一个灯都代表一个佛菩萨 一个净土 太殊胜了 所以我也发了个愿 将来新加坡盖一个永远这么大的 24小时吹冷气的 旁边好多房间 睡觉吧 发愿归发愿 以后再说吧 随顺因缘 因缘搞不好下下下下辈子 随缘 但是现在当下享受 所以这几天 师父你最近去哪里 我去沙漠船舰 我们现在在沙漠很热啊 正在销业障 所以那边没冷气了 但是业障正好销啊 所以那时候无论和很庄严 好 所以各位每天要这样 念一遍 然后如果你不会唱 用手机 他们唱赞把它录下来 那你每天要性觉灵敏这样唱 一直调整自己 然后你发觉你唱得不准 那你就开始发愿 从今天开始 不骂人 不说是非 忏悔口业 特别要念百字民咒 让你的讲话 唱颂 念 念一部地藏经 没有一个字念错的 第一遍让你念的经典 也不会念错 声音好听 又可以让别人 因为你而起了欢喜心 这样 就像小朋友 由心里面 心香一半 那么佛陀也 诸佛菩萨便知 恶鬼道都快乐 整个国家归一三宝 因为他从心里面念出来的 这叫心香 一半心香 这样引导的众生 归一礼拜 所有的佛 一切法德自在的 而且能够用应用一切法度众生的 法王 那么香云盖 因为香 点上去了嘛 特别各位做的大烟共 哇 香云盖 这些香 那么上面都是诸佛菩萨 诸大神明 闻到这个甘露香的恶鬼道 会不会成为天神啊 恶鬼升天 诸佛超度 一起往生净土 香云盖 菩萨摩赫萨 一丝香啊 那就是让你活在极乐世界 那你的负面的心态就不见了 你就不会去想 就像一个人想要睡觉 却睡不着 他就是很想